下面我们要插播一条突发新闻 我们刚刚从湖南永州消防得到的消息 在今天晚上的17点05分 永州永连公路的双排查林路段 有一辆大巴车不慎翻下了公路 目前伤亡人数不详 具体的情况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 我们在现场找到的一位目击者廖先生 廖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们 翻下公路的这辆大巴车上 大概有多少乘客 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喂 廖先生 你好你好 就是现在那个车上 他之前我们看到的有48个人 大概应该大部分都是学生 现在那个听他们讲 那个学生好像全部已经送到医院去抢救去了 好 那这辆大巴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它翻下公路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他好像是那个一个成那个刀性的一个盒子 开到那个林林去去参加自考的一个学生 现在翻到那个好像 听说是翻到那个山底 那个山底大约有30多米深吧 也就是说翻下了一个30多米深的一个悬崖是吗 应该不是一个学生 就是一个山谷 翻下了一个30多米深的山谷 那么如果这么大的一个落差的话 您刚才说到这个车上大概是48名左右 大多数是学生 他们的伤势怎么样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吗 这个情况我就不说很清楚 因为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根案消防 他们救他们以后 我看他们全部已经踩到那个救护车 送到医院进去抢救去了 好那另外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都是学生 大概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学生 学生看起来也就是20岁左右吧 20岁左右的学生 对 那目前现场还有什么样的人员 在进行其他的救援工作吗 现在的情况我就不说很清楚了 好的谢谢廖先生 您从现场带给我们的消息 关于这个事件 我们也会随时跟进